好,各位朋友,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新风中视频和各位同学说些什么内容好呢? 首先说回大市,好吗? 我们看到恒生指数的今天出现比较大的幅度的低虚 这个低虚也是一个低位震荡的走势 今天我们可以预期到这个市场是很难像上个星期五那样 低虚之后拉回来的 这个观点我也是说得很清晰 所以在今天直播的时候也和各位同学说 如果你想做大型科技的话,今天不适合去交货 暂时也先不要入场 好,那现在这样走的话,会不会有机会再拉回来呢? 目前来说,我觉得它还是有机会再拉回来 不会一直直落的,好吧 因为在目前走势里面,我们看到的大周期 它是还有一些时间可以再走一走的 目前看回手楼上的股票的话 要做,要稳,其实还是有点难度的 那我们去看现在市场上走得比较漂亮的股票 例如今天,我们很多同学在这里问的1797 这些只能够做短炒的 因为它今天的波幅呢,其实是非常超乎预期的 更多是有一种短炒型的性质 所以你说六十几,七十几,八十几去追买的 其实呢,你只能够快手快脚的出席 如果不然,那今天呢,追高买的 那其实呢,都是钱用失很多的 所以呢,这种情况底下的话,我也是建议大家做低级为主 好,那在跟着的市场里面的走势的话 那我依然呢,是看好我们的这个半导体新片类型的股票 那虽然1347今天呢,跌得比较多一点 呃,早本来说呢,有一波拉升,拉升了之后呢 跟着呢,直落一直在这样震 那我们看到呢,其实它的分市图呢 都是有一点点大人的down的一个,即是有大down的一个表现 所以在目前看回的话,我用1347这只股票呢 更多是洗碗赢的走势来的 那想做的话,可能呢,可以分批罪去考虑低级为主 但是不要一次过买散 因为呢,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走势呢 按照成狗两个和齐小丹指标形态的话 那也不算是很强 我觉得它更多是等消息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在AQ的科創板上市的 和它有关的一个月期 所以基本上来说呢,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消息面的一个内容 那可以再做一个判断 好,那大概呢,就和大家说一下 今天的新闻中视频我们的一些关注人的方向 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我们科技型股票可能比较稳定些 不过大型科股的话,就最需要等一等了,好吧 好,那多谢各位同学